伊林女人齐聚一堂,为师妹隋灵主演电影《脑喝彩》支持。 由于维艳导演指导,隋灵主演的《国片脑》即将于4月20日上映。 为了丽婷小师妹隋灵的电影《处女作》,伊林女人包含蔡舒珍、李佩旭、程宇乔、姚蜜等八人出席19日晚上在喜满客京华影城举行的特应,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隋灵,希望电影可以热卖,创造话题。 许久不见的蔡舒真身住青殿服装,与同门以人李佩旭、程宇乔、姚蜜、张燕铭、若启、金凯德、蔡云熙一起参加特应,大家在应前合照,庞大助阵慎容,引来大批民众悲观拍照。 隋灵看到师兄子、师妹特地出席放映,非常开心,同时也觉得紧张又期待,也希望自己第一次的电影作品,可以获得同门好友的肯定。 脑题材特殊,刻画当今社会泛滥的外语主题,电影显示呈现中产阶级劈腿、外语的实况,并且以非显示手法呈现大量激情戏。 电影描述房地产富商马首志,张玉邦。 是,沦陷情色与海,平日上班在办公室与秘书乱稿,下班后跟住年轻美媚白玲、随玲。 是,去参加科药,性爱派对,完全无视婚姻神圣事约。 随玲说,第一次挑战电影演出就遇到这个相当独特的角色,她被感压力,但还好当时拍摄时,于维燕导演、王维民导演给予她非常多的指导,让她能完全信任角色,全力以赴参与演出。 随玲饰演的白玲一角,是一个会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,看似游戏人间,不会放真感情,享受别人落入自己陷阱的女孩,但或许导演透过这个角色,去诠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,并深入探讨梦与现实的界限。 19日的特应,于维燕导演、随玲及演员洛阳,也特地来到放映厅与观众打招呼,感谢大家捧场支持。 19日的特应,于维燕导演,于维燕导演说,《脑欧2015年》开拍,经过一年多的后制,在去年的桃园电影节受映,现在电影要正式在戏院上映了,他期待观众能多多批评指教。 脑于4月20日起,在台北英89豪华影城,喜满客精华影城,华为天母影城,南港喜乐时代影城,桃园SBC青桥影城,华为台中影城,高雄大圆百威秀影城上映 首周末,4月20日至4月22日,进电影院观赏脑,还能得到美国彩妆品牌LA Splash提供的罪恶天势纯蜜,数量有限,赠完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女女恋,依依汉蒙高中生张玉邦,演艺史上最传神中英文夹杂装逼达人,寂寞空虚冷,一婚生活真的令人向往吗?年度最争议话题电影,挑战你的道德极限。 剧情简介 不知不觉我们都常歪了,白玲,隋玲。是,22岁,从小在美国长大,大学诸修美术,毕业后返台。 穿衣风格,形式作风独特,因缘际会认识了叔叔工作上的合伙人马首智,张玉邦。是。 马首智与妻子许元,汪琴。是,都是刘梅海归派,马首智因经营房地产而致富,工作上最喜欢落英文以及跟秘书做不该做的事。 马首智与许元健康见远,两人仅靠共同兴趣,品酒,吃高档美食,买古董维系感情。 白玲的出现让这对夫妻隐隐然感到不安,白玲聪慧,年轻,充满迷样吸引力,这段婚姻关系,会因为这位妙玲女子而产生什么变化。 电影介绍,脑,阴童脑,戏弄热乱之意,随书卷35集至4,是家之苦行也,是诸邪道,并来鸟脑,以乱其心,而不能的。 脑,由知名编剧导演于维燕指导,透过呈现夫妻之间可能因不种与背叛而造成的心理残害与身体暴力,企图剖析当代困惑迷惘的社会现况。 本片采用浓郁的电影色调,并以古典乐搭配电音,凸显男,女主角躁动不安的欲望与偷情快感。 出乎意料的剧情与氛围,精准挖苦中产阶级的神准力道,观众绝对要进电影院好好体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